记者宏美校新竹报道,交通大学庆祝在台副校60周年校庆,今天举行在台建校一甲子校庆,教大人的冠冕特展展出六大主题,350件珍贵文物与史料,并展出13福利任校长的校像油画作品,还有由故宫收藏的南洋工学,及教大前身筹划成立之际的奏折。 其中,南洋工学创办人圣轩槐的后代也出席见证着历史性一课。 交大校长张茂中表示,今年交大图书馆以交大人的冠冕为名举办史料特展,即日起到4月29日在图书馆大厅展出,呈现交大从上海南洋工学到在台副校这120年来的文物与史料。 此次特展展出内容有《深宣怀奏报》上海南洋工学的张成和并护唐平三校成为交通大学,还有交大老校长林洪勋来台号召旅外学人返国任教,奠定交大发展基础,以及交大校友团结在台副校和立任校长带领交大的文物。 同时,交大也与故宫博物院合作故宫经典讲座课程并请故宫提供南洋工学创设的史料及奏折在图书馆展出。 据悉清光绪22年由传部大臣圣宣怀为筹备新式教育培养人才奏请势力南洋工学或清廷同意。 故宫也珍藏南洋工学筹备及首任总理和四昆池廖,由副研究员周围强博士进行文献书例,完成约15000余次出稿,提供交大以数位展览形式。 展出所有奏折,且实体数位输出光绪28年盛宣怀奏报南洋工学办理及选举章程式的折片,见证交大的创造起始。 除了文物展,最特别的是,创办人圣宣怀的后代子孙也参与盛会,包含圣宣怀的孙子圣玉彭吉曾孙,宣孙出席。 圣宣怀曾孙女圣林则提到,当年八国联军之际,圣宣怀赶念国家落后急需人才,故创学以实业救国,才有今天交大精英传承,作为后代子孙云有荣焉。 另特展中也展出13名历代校长的油画肖像作品,包括圣宣怀、林洪勋、李希谋、钟角光、刘昊春、圣青来、郭南洪、阮大年、邓启福、张俊燕、吴仲宇、吴延华、张茂中。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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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